半山巴监狱建于1895年 当时英国人从印度以及英国运来材料建造而成 具有殖民地的风貌 半山巴监狱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监狱 许多重要的囚犯以及政治异议分子曾被扣留在这里 包括了英国和澳洲毒贩 以及多名因拥有军火而被判处死刑的马共地下组织成员 半山巴监狱最高纪录囚禁6550人 由于囚犯人数过多 以至囚犯被迫分阶段睡觉 根据大马官方的统计 在1960年至1993年之间 共有180名死囚在这里被绞首死刑 这座拥有百多年历史的监狱 多次传出种种灵异事件 而这座监狱自1996年半空之后 更是阴气重重 曾在半山巴监狱服务过的监狱官也证实 监狱内的确有鬼 据曾在这里服务过的狱警表示 有时在深夜时分会听到急促的脚步声 锁链拖地声响 还会听到一把声音在身旁说话 或者洗澡水声等等 监狱里甚至会出现一颗足球般大小的火球 会定时出现和消失 不管是狱警或者是囚犯都曾经见过 而且习以为常 所以并没有特别理会 根据狱警表示 遇到这类东西 他们通常都会大声喝斥 要他们赶紧离开 另一名狱警曾在监狱中 遇到过更恐怖的经验 他曾遇见一名无头女鬼 据悉那是一名被吊死的女鬼 而且还是双料上吊的厉鬼 当时监狱内传闻 这个女鬼生前四名死球 曾在牢房内上吊自杀 可是被救了下来 警部因此受了重伤 却没想到在伤口复原之前 狱方就决定安排女死球上脚形态 这名狱警表示 执行死刑时 他的头颅立刻被绳子勒断 非常恐怖 此后就有许多人看见了 他在监狱里出现 这名狱警还表示 年轻时有一晚在监狱间登塔之请 突然有个狱猝在他身后报告 一切按好找关 可是当他转头查看时 背后仅空无一人 不少曾在半三八服务过的狱警 都指出 半三八监狱确实是一个很脏的地方 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 该处是个大型的乱杖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军人把日本兵埋葬在该处 在日本人统治期间 他们又把英国军人埋在同一个地方 在殖民地时期 英国人选择在半三八建造监狱 因为当时半三八还只是一个小聚落 不过经过百年的变迁 吉隆坡发展成了国际大都会 这座屹立在市中心价值不菲的土地上 这座监狱成为了碍眼的建筑物 1996年当局关闭了半三八监狱 当时的监狱里 1500多名囚犯被转移到其他监狱 1997年时 监狱短暂的成为了旅游景点 开放给游客参观 主办单位甚至为此举办大型的超度法会 为网魂超度 半三八监狱在2010年6月21日遭到拆除 并在不久后这里也被改造建起了大型的购物中心 凯旋楼在30年前其实是一家餐厅 而灵异事件的起源是一名孕妇在此打包食物的时候 不幸被一辆失控的巴士撞飞起 跑进这栋店铺里面 血肉模糊造成一丝两命 其实在之后也曾经发生类似的意外 也是一丝两命 仿佛就是历史重演之前的意外事件 自那时开始 这里就开始了许多闹鬼事件 这闹鬼事件传出后 这里曾经转手于多名业主 经营的行业有婚纱店 电脑店 保安公司和泰国餐厅等等 但是都只是经营一段时间后就关闭了 据说曾经在经营服装店的老板 就遇过一个穿着深红紫色衣服的女人 站在楼梯看着她 之后她在楼梯口 看到许多长发 就算少了之后 还是会出现 更恐怖的是 有客人在店内购买衣服后 一直做噩梦 梦里出现一个女子 称说她买下的衣服都属于她的 搞到客人 连日将所购买的衣服全速退回 也不需要老板退款 可见是有多恐怖啊 接下来的日子 店里常常有东西不见 都总是在楼梯口的角落找到 让老板逼不得已 搬离该处 老板在搬离该处前还把店里的衣服都留给深红紫衣的女鬼 还答应她不会在此逗留 还把衣服全部留给她 希望女鬼不要再纠缠她了 另外经营泰国餐厅的工作人员也透露有时候会听到小朋友在玩耍时发出的笑声 也曾经试过在收工后已经打扫干净的厨房 在第二天变得凌乱不堪 还有员工在晚上收工的时候 总是觉得有莫名的压迫感 好像在赶他们走私的 有时就会听到怪声和嗅到炒饭的香味 据悉 这名被撞死的孕妇 那时候就是在餐厅内打包炒饭 这里之后还经营过中餐馆 脚底按摩中心等等 而最后在此做生意的是马来人经营的家具店 除了灵异事件之外 曾有岳主聘请师父前往该处进行招魂仪式 师父发现在此死去的孕妇怨气非常重 所以才会一直在这里留恋 此外师父也到处之前在这里开泰国餐厅的老板 在没有请示过他的情况下 在这里进行装修 所以才会生意残淡 这栋楼至今仍然屹立该处 在4楼有这一个牌匾高挂在那里 牌匾上写着 据说这一个字句是与孕妇达成的协议 他希望所有经过该处的人 会往上看见穿得光鲜亮丽的他 但其实这个牌匾的字是从右边读过去 而这个字句出自于现在的业主 白云四禅修林 主持李天灵 而他的灵感则是有次站在凉亭处 希望所有经过的人在看上去凉亭的时候 会越看越舒服 但许多住在仪宝的当地人 其实路过该处的时候 都不敢多望几眼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更加不敢逗留片刻 位于槟城湖内的百年老屋 可是槟城赫赫有名的鬼屋之一 据说这里曾经发生的许多命案 都是在大宅院的泳池里 还有人亲眼见到无头人的灵体在这里徘徊 而导致这间百年老屋成为了当地有名的鬼屋 这座鬼屋当年是冰岛的豪宅 在长年无人管理及日赛与林之下 已经成为断冤残瓦 杂草重生 破烂不堪的鬼屋 据说是甲壁丹郑景贵家族所拥有 是郑景贵的第四位儿子郑大平 在1930年左右建了度假屋 当年大宅院采取中西合璧的设计 即使时过境迁来到现代 整座建筑物也彰显气派十足 然而曾经宏伟的大宅早已破旧不堪 经过百年岁月的洗地 树根与曼藤 攀扶整座大屋 青台处处可见 鬼屋仅是单层的楼房 就拥有超过23门和许多的房间 大宅内一个深达15尺的游泳池 并传言是冰村最早的游泳池 屋子大门内 多跟类似古希腊时代的造型石柱装潢 完全显露出主人家的雄厚财力 而真正生人物尽的泳池 是鬼屋传说的源头 超大的泳池设在宅院的正中央 当年该泳池在冰州是非常轰动的 因为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创举 相传 多年前曾有一名妙邻女子 因被父母反对 她与情郎来往 一时想不开 跳入屋内的游泳池殉情 由于怨气无法消除 而沦为无主孤魂 时隔多年 有一名在鬼屋修行的 七十多岁的灾姑 据说曾多次见到 化作孤魂野鬼的女子 在夜深人静时 从泳池中飘出来 虽然有关大宅早期是属于假币单正经贵 不过后期已换过好几次族人 据说大宅的其中一任前务主 温信家族的儿子 不知何故衰入永池毕命 又传出也有一名女子不齐后尘 死因不明 并在池畔留下一双鞋 在事后就传出一连串的闹鬼事件 此外 根据当地居民指出 这间鬼屋在深夜间 曾有人亲眼目睹鬼车的出现 车上还载满了无头人 关于百年鬼屋的历史众说纷纭 使得当地居民都不管在入夜后 踏往该处 除了漆黑一片 也有阴森森的感觉 有人说出鬼屋旁边的庙 就是为了将魂魄 正住在房内 这座一直沦为废墟的百年鬼屋 因孤魂野鬼的出现 形成了色人的阴地 香港灵异节目有限怪谈 曾在2007年前来拍摄 足以可见 这座鬼屋早已红到国际去 冰城高原99站门别墅 是1840年建成的 当时是属于英国国籍的原主 南士登家族的私人别墅 相传在二战时期 这里曾经被日本军队占领 并杀害了无数的人 还有人在这里使用黑魔法 召唤了恶魔 还让恶魔占领了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的灵异故事就这样传开来 别墅的主人南士登家族 在英国是一个富裕有名望的家族 早在19世纪 这一家人就已经来到了槟城居住 在槟城的高原眉南 买下了一片圆秋 而99扇门别墅就建在圆秋里面 别墅的底楼用作圆秋管理中心 楼上才是居住的地方 在楼上还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 因此在晚上举行舞会是平常之事 主人约翰圣摩南士登 在那时候是槟城塑胶原秋公司的董事经理 在二战之后的1948年 有一天在上楼梯的时候被人谋杀了 当时他头部中了两枪 当场身亡 但是凶手是谁却无从查证 因此至今仍是悬案一中 这栋别墅也有好几个传说 其中之一就是别墅在二战时期 被日本军队占领了作为司令处 而当时的英国军官则被日本军处死 但是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谜团 为何南士登整家人在二战时期没有被处死 甚至还可以活到二战之后 那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是 他们在当时先逃离别墅后再回来 有人说自从这里被日本军队占领之后 无数的人被杀害 因此这里也经常传出 君号声 哀嚎声 操兵 护法声等等 这还不是高原九十九三门别墅 鬼故事最可怕的地方 真正恐怖的地方是 曾经有一名巫师 接手这栋豪宅之后 这名巫师声称 这座房屋周围的鬼魂 要锁回这片土地 同时 这名巫师常常在这里 透过黑魔法 召唤恶魔 结果这个举动让他召来了许多幽灵 即使在他失事之后 这些幽灵仍然在豪宅里面游荡 而整栋别墅最诡异的是 一共有十个房间 却有九十九三门 而没有窗口 但是 为什么没有窗口呢 那是因为 这里都是以门来代替了窗口 不过 去到过别墅的人说 数来数去 这栋建筑物里 也只有六十六三门 不知道是因为战争被摧毁了一部分 还是原本就没有那另外三十三道门 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这栋别墅已经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有长期无人居住 以及打理 因此残救不堪 许多人都因为鬼屋 这一称呼 慕名而来 这里被控制了许久 相信除了传说中的亡魂之外 自然还有别的幽灵在此 曾经有师父带领摄影团队前往参观 认为该别墅的风水极有问题 到处都属婴 甚至在别墅的某处 被认为是鬼门的进出口 别墅内还有一些诡异的图像 让人看了极度不舒服 而且还被复灵了 如果好奇的人去碰触的话 会倒大美 师父也说 该处被鬼魂所占据 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 最好也不要在日落后前来探险 这么大一栋别墅 经过多次一手之后 最终还是被废弃了 或许是因为 这里真的有超自然事件发生 还是因为别墅毁坏太严重 没有人愿意去重新翻修 才导致这栋别墅荒废至今 位于不中达曼德纳嘎 有着一间隐藏在丛林中的豪宅 而这间豪宅建于70年代末期 原本是一名富商的别墅 但是不知何故 豪宅建好之后 富商却多次将它转售于其他人 诡异的是 每当搬进去的新主人 不是住不久 就是诸事不顺 甚至最后还赔上了健康和事业 之后豪宅还陆续传出命案 有不甘被强奸的女子 传红于自杀 这间豪宅就这样 控制了30年 根据附近一些老居民透露 这间大曼德纳嘎 这间豪宅在开墾之前 撕片山地 建好之后因不断发生灵异事件 而被称为当地的凶宅 导致无人敢靠近 昔日的豪宅淹没在一片丛林中 四周被树木围绕着 根据坊间说法 有好几个版本 这家凶宅原本是住着和乐融融的一家人 却传出有位妻子发现丈夫搞外遇 而毒死一家十几口 随后搬进新屋的屋主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原本开开心心的住进新家 却发现有位女人 因被人强奸后 身穿连身红裙 在屋子的山楼 上吊自杀 吓得她马上报警处理 也有灵异拍摄团队 在拍摄途中 发现了不明的叫声及鬼影 而仓皇出逃 问了附近的神庙里的姬同才知道 是屋内的王魂发出了警告 让他们别再踏进此屋 而附近的居民也告知他们 在夜里他们不时会听见 女人的哭叫声 以及屋内闪着红色的灯光 令人胆战心惊 极其恐怖 据当时的师父前去观察到处 这间鬼屋的格局异常奇怪 完全破坏了屋子的风水 除了入口的门 对着门之外 螺旋式的楼梯更是亮点之一 这螺旋式的楼梯 不仅对着入口的门 还像是一把关道正在斩人 所以久住的话屋主将会遇上雪光之灾 或者健康出现的各种问题 这人人都敬而远之的凶宅 却让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前来求财 偏听有着散落的名字和祭品 师父还一度怀疑 这些名字和祭品的摆放方式是用来求财的 他相信有人还因此发了笔横财 鬼屋的墙上除了有画着各种咒语之外 门口还有好心人搬来大石 用以镇压屋内的孤魂野鬼